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 也是最饱含个人情感的信 写信时他再次被抓坐牢 这封信是写给他亲爱的同工和徒弟 年轻的提摩太 不知道保罗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和提摩太前书间隔多久 但可以看出保罗当时所处的环境变得更糟糕了 他在罗马被拘留 这可能是《使徒行传28章》中提到的保罗被软禁 也可能是他被释放并进行一段长时间的步道之后 在特罗威亚的再次被捕 无论是哪种情况 保罗都提到 他正在庭审的过程中 进展对他不利 他十分确定 这次自己是躲不过去了 所以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 他请还在服侍以服索教会的提摩太来探监 这样他就能把执堂的事工交给提摩太 这封信的结构很简单 保罗从两方面向提摩太提出了挑战 首先让他接受自己成为领袖的呼召 之后让提摩太来探访之前 处理好在以服索教会挑事的那些堕落的教师 然后保罗的信就结束了 保罗一开始就为提摩太及其家人感谢神 特别为提摩太的外祖母 罗以和母亲尤尼基感谢神 提摩太还年幼时 他们就让提摩太熟悉旧约经文中的故事 教导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坚定信仰 因此出于这种坚固的信心 保罗向提摩太提出了第一个挑战 他激励提摩太不要以耶稣的福音 或劳中受苦的保罗为羞耻 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他多次被抓入狱 饱受骂名 事实上这让很多同工怀疑保罗做使徒的呼召 他提到了两个人 菲吉路和黑摩奇尼 因为保罗被当局指控犯罪 他们始于和保罗有牵连 离他而去 保罗让提摩太放下所有对羞耻的恐惧 前来看望他 保罗明白这个请求会付出代价 有可能给提摩太带来风险 所以他提醒提摩太 耶稣的恩典是力量的源泉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力量 因为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事 需要附上自己拥有的一切 保罗把跟随耶稣比作参军 士兵要努力让指挥官满意 这也像运动员 为了比赛而锻炼自己的身体 或者像那些努力工作 勤恳耕种的农夫 这三个比喻说的都是 当一个人投身到比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中时 为了完成更伟大的目标 他会甘愿现身 忍耐到底 接受挑战 当然 这其中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自己 因为他委身于天赋 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 与此相似的是 保罗自己也在罗马人的监狱中受苦 受苦和牺牲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种表现 因此 耶稣的复活才成为基督徒的盼望 对此 保罗用一首简洁有力的诗歌来表达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坚忍 就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不信 他仍是信使的 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 神对这个世界的爱 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带来了新的盼望 因此 对那些甘愿冒着风险 相信并追随耶稣的人 神答应要赦免他们的罪 并赐永生 对那些拒绝他的人 神会一如既往的尊重他们的决定 但人的不信 永不会迫使神失信 所以 保罗呼吁提摩泰对耶稣忠诚 尽管要付出代价 在信件的后半部分 保罗激励提摩泰来罗马之前 要敢于直面以辅索那些堕落的教师 他们的教导 像癌细胞一样 在以辅索教会中蔓延 他们在教会里瞄准 并腐化了一大群有影响力的妇女 这很可能是保罗在提摩泰前书里 提到的那些有钱的妇女 对那些教师散布的错误的神学观念 保罗没提供太多细节 提摩泰应该对此很清楚 但保罗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些假教师声称 复活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清楚这些假教师 是不是跟从了某个希腊哲学家 反对所有关于肉体复活的观点 他们认为只有灵魂的经历才是真实的 或者也可能是他们从那时开始 直接扭曲保罗 关于借着圣灵的大能 获得复活生命的教导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表明他们放弃了一种活泼的盼望 就是将来有复活和心造的身体 他们信奉的是一种与日常生活脱节的 自私的 超级属灵的伪基督角 因此保罗告诫提摩泰 要培养敬前的领袖 去教导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福音 他们要小心 不与那些有意挑起争端的假教师 进行无意义的辩论 相反 提摩泰和他的领袖团队 要走在正轨上 理应更专注圣经的教导 在保罗生活的时代 圣经基本上指的是旧约 保罗说 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 可以因信弥赛亚耶稣得着救恩 他说 整本圣经的重点 就是描述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 这故事指向耶稣 并提供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智慧结晶 之后保罗讲到圣经的本质和目的 说所有的圣经经文都出自神的口 每字每句都出自神的灵 他特别指出引导圣经作者写作的是圣灵 经文中所写的都是神想让百姓们听见的 神用圣经对他的百姓说话 目标很现实 圣经对教训人很有益处 把人以前不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给人 圣经对属灵挑战也很有益处 比如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但我却未必能一直生活在信心中 圣经能够帮助自我更新 暴露出自我混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圣经能够训练我 让我变得正直 圣经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的途径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有了这一切 神的百姓就可以预备自己去行出神的公义 在新的结尾 保罗提醒提摩泰 他估计自己活不到出狱的那一天了 所以请提摩泰尽快再入冬之前来 他不想冻死在监狱里 他需要那件入狱前他没有携带的后外套来预寒 他还请提摩泰把它留在特罗亚的个人文件带来 这可能是他被捕的时候留下的 他还提到了亚历山大 说这个人很危险 让提摩泰提防着他 有可能是这个人导致保罗再次被捕入狱 保罗最后提到 自己在监狱里几乎被所有人抛弃 但即便要面临死亡 他此时唯一的安慰 就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 与他同在 必要拯救他 保罗的信到此就结束了 提摩泰后书充满了回忆和提醒 他附述了保罗大有影响的生命和传道生涯 到处是挑战 煎熬和抗争 跟随耶稣有风险 需要牺牲 这意味着你的人生会出现风险和不安 但是这不表明耶稣没有和你同在 相反 就像保罗和他之后几代基督徒所发现的那样 在那些黑暗 艰难的时刻里 耶稣的爱和信实 会成为最触手可及和最真实的安慰 这也就是保罗最后一封信 提摩泰后书的经意